雖然在20號就 喔 把這個球打左半邊 這一棒左外野方向周四季 還在退 王聖偉面對到老東家 打出了三分打點的紅布浪 富邦暗將在這場熱身賽當中 是先持得點 三分打點的全力打王聖偉 這個對於忠信兄弟的休息區應該 心情來講是有些複雜的 對 這個球盛偉咬得很扎實喔 而且仰角也符合這種全力打的一個仰角 非常漂亮的一次揮棒 周董一路的往後退 而且嘉義順利棒球場其實 左外也是350喔 對 算是很遼闊的一個球場 這一路走來我真的沒有想過會在 我穿14號球衣在第14年之後離開 目前狀況其實都滿好的 比過往進入自主訓練那個時段都還要來得到 是身體啊或是揮擊 就是傳球 接球這些都 我覺得今年準備的比往年都還要好這樣子 那我覺得 有可以自己覺得可以期待自己今年的表現 這已經是他生涯第九度奪下金手套獎項了 那個獎座都一個就等於一個手套嘛 所以他要放九個手套在家裡這樣 我覺得也是要有實力才能夠一直有這樣子的一個獎項 第一個條件是你要有能力讓在球場上去表現自己 這是第一個條件嘛 無論你的身體素質再怎麼好 但你的運動表現 如果沒有出來 依然是沒有辦法去達成這樣的目標 這樣的一個成績嘛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能夠在這個舞台裡面表現自己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條件了 技術是要自己去磨練 那機會可能就是教練給予我們機會 那我們怎麼去掌握 怎麼表現出來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在二軍的時候還是會期待說 有機會在上海一軍比賽嘛 現在的調整不是說今天做了明天就好了 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他要一個很穩定的環境 很穩定的狀態下 所謂很穩定的狀態下就是你的訓練 你的生活作息 你的平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心裡這個狀態 我一直很常跟年輕球員講 他不是今天做明天就看得到 或是現在做 當然也有這種立即性的 那這種立即性的是你短暫的 那我們職業舞台是長期的比賽 所以你要怎麼在這種長期比賽裡面 找到你的方法 是一件很重要的 所以我很常告訴學弟們 不會 或是告訴我自己 不會再因今天的表現 或是擔心明天的表現 去想要做什麼改變 你安排的十項你要去做的 但你只有一項成功 你都要為那一項感到高興 為那一項吶喊 因為我們要每天累積這些東西 我今天挑了十項 我不可能 我不是十項全能嘛 對啊 我可以挑個幾樣 我可以把它全心全力投入完成 所以我們要為我們自己每一天 一點點的成功都要感到高興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即使今天場次不多 但我還是積極的在努力做這樣的準備 我要的不是只有 因為我棒球生涯 我沒有還想要休息 我還想要繼續 所以我必須要一直為明天 後天 大後天做準備 為下一個球技做準備 直到我今天 退下這件球衣 我又是另外一個新的開始 另外一個責任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沒有在 讓自己鬆懈的時刻 應該這樣說 裡面很多的酸甜苦辣 應該這樣講 都 都 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面 你說你要我特別挑一個 很難忘的比賽 應該會是 真的就十七局那一個吧 因為那個跨日大戰打到後面 整個大家 兩隊都精疲力盡 都在最後那一剎那 拿著 對手是拿著彩帶準備要拋的那種 我們在防守的那種壓力 那種緊張感是 這一生也可能很難再遇到過了 應該這樣講 所以你要在十七局 同樣的局數 同樣的狀況下再發生一次 還要同一隊也很難 所以應該是 那一個會是我印象最深的 那也是 因為畢竟也是我進職業生涯的 第二年 在這麼年輕 就遇到這麼 應該說 用這麼誇張的比賽時間 對啊 所以才會 印象很深這樣 那我也會希望 會有再用更好 後面還希望有更好的表現 去呈現給大家 真的沒有去想過說 會在 在這個時候 去 離開 待這麼久的球隊 這一路走來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在 我穿十四號球衣 在第十四年之後 離開這樣 對真的真的 我當然不會想 我 我萬萬也沒想到 對啊 對 既然遇到了 就去面對 就去走 重新 重新開始這樣子 對啊 捨不得當然是很 捨不得就是這份感情 對 無論你對 兄弟 對中信 對 隊友 對棒球 就是 對棒球的那種熱情 都會 都是依然 會 會有捨不得 這中間有很多人 要 要去感謝 因為沒有他們 我想 我也沒辦法在 這個環境裡面 待這麼久 那要一一感謝 真的是 感謝不完 最感謝就是 呃 洪老闆嘛 給我一個機會 開啟我 職棒舞台的 路這樣子 對 那當然也感謝 中信球團 古董事長 他 就是 接手 兄弟這樣子 讓我持續 棒球生涯 那 就是接下來就是 富邦 給我一個機會 延續我棒球生涯 這樣子 對 那中間還有很多教練 對啊 老大也是 選我進來的嘛 那 還有 老邦神敗 他 在我的棒球路上 給我很多的想法 然後 改變我這樣 那我覺得 還有很多啦 那 家人也是嘛 對 結果 棒球生涯還沒結束 但 他只是另外一個 起點 另外一個 重新開始 我會 更努力 然後 更 更 執著我的想法 然後 堅持我想 我想 我想要走的一個 棒球路這樣 那 我要走的棒球路 他一直 從一開始就是 一直陪著我 我不想 把它弄丟 或是把它丟了 對 我會在 我職業生涯結束前 我都會秉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跟一個堅持這樣 對 當然我希望 我希望的就是 無論是在 哪一個球隊 或是現在的球隊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目標嘛 就是 年度總冠軍 這就是每一隊 每一個選手 都非常想要的 那 這條路不容易走 那我們 可以又重新開始 相遇 在一起 這就是 一個緣分 一個情感 對 那能夠跟邱哥 還有 多少套 那裡面還有很好的朋友 自咬 對啊 這樣一起 一起在 職棒舞台去奮戰 這樣 對啊 那 我覺得可以 他們也可以給我們 一定是可以給我們 選手很多 不一樣的想法 這樣子 對啊 那我希望透過他們 也一起改變我們 這樣 讓我們走向更好的 冠軍之路 這樣 對啊 感謝兄弟 的球迷 還有忠信兄弟的球迷 感謝你們在這幾年 對 兄弟的支持 包含我的支持 這 真的你們是 每次的那很深 其實都是 我這個人就是 會聽起來的時候 會特別的興奮 會有一種 舒馬的感覺 那在比賽起來的時候 的那種 鬥智的展現 其實就會 從你們的聲音裡面 去感染 被你們感染 而不是我們在 場上的表現感染你們 是你們的那樣聲線 感染我們 我們才能夠呈現出 這樣的運動表現 對啊 所以 你們堅持 這一路堅持我 堅持我 支持我們 真的是 真心的感謝你們 那未來我也希望你們能夠 繼續支持 中華職棒也能夠繼續支持我 也希望支持我未來的球隊 對啊 我們一起 在為台灣的棒球環境能夠 為了變得更好 那我們 希望能夠在前往上進到 你